相機警戒快兩個月 如果真的能解封 民眾最想做什麼 就跟朋友出去吧 然後去哪邊 可能還是不會先去人太多的地方 當然是上班啊 小子趕快去上學啊 如果解封之後 我最想做的就是 去咖啡廳走然後看書 但是想彼想 他們仍然不敢太鬆懈 就算7月12號之後 防疫限制能鬆綁 要去健身房 餐飲夜市等地方 還是有點怕怕的 應該還不敢 我是不會啦 考慮一下 怎麼說 如果人多的話就避免一點啊 做得很好的話 那我敢不去 實際街坊發現 雖然20到40歲年齡區間 有民眾會思考解封後的規劃 但仍然有不少30歲左右的年輕人 因為疫情不穩定 完全沒有去想解封之後要做什麼 而50歲以上的年長者們 大部分都想先宅在 還是維持目前的生活狀態 但是就是說不會特別 怎麼樣跑出去玩之類的 因為好像還有零星的 零星的疫情啊 零星疫情也可以擴大 所以我認為還不至於危險 我還很可怕 只想待在家裡好好休息 先暫時好好整理 整理一下自己 而民眾也一致表示 在微解封之後 仍然會維持三級訪疫規格 像是護目鏡口罩等等 該戴的都要戴 非常時期 雖然沒有恐慌 但是仍然嚴正一待 VVN新聞 張漢文貴傳 特報道 請訂閱按讚 分享TV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 TV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